下面讲第四个 真脏磨 真脏磨也叫做 拜磨 死磨 拐磨 结磨 都有这种说话 后来总结为真脏磨 真脏磨是讲的病情 微重的时候 我们想 真脏磨像是有微有神有根 真脏磨就是 没有微或者没有根的一种表现 病情很严重 正气衰败 也是种微相的表现 这种情况下叫做真脏磨 建于什么地方呢 最早是建于首闻 瑜伽真脏论 瑜伽真脏论里面就有 真心磨子怎么样 真肝磨子怎么样 真回磨子怎么样 并且还提到了 谭诗啊等等这些名称 这是最早 内经里面就有这种真脏磨 的提花 但是后人把它总结 提炼出来 就提炼成为 奇拐磨或者死拐磨 拐磨 就是真脏磨 病情为重 取一种衰竭状态 就这种表现 那什么死种怪物呢 有瘸着无漏 谭诗 解说 鱼墙 虾游 虎虎 短斗 岸刀 麻臭 前面是七怪 加上短斗 岸刀麻臭 这就是死怪 这死怪 它的表现在什么地方 这都是后人的 对死怪物的描述了 可以分成为三类 对死怪物分成三类 一种是无为期的磨 我们讲为期 曾经讲过磨 有为 有神 有根 磨有为的表现是什么 是讲的 主要是 从容活反 这四个字 那么现在失掉了 活反的特性 一点活反的意思都没有了 垃圾中的 岸刀磨 鱼群刀刎 好像磨磨切在这个刀刎上 就是已经刎到了极点 悬磨磨磨一点 那可能 一般你好像只瞄到 悬一悬二悬三悬四 那可能这个刀已经到悬七悬八了 已经刎到了极点 并且像刀刎的那样的刎 但这都是一种形容了 岸刀也是形容 鱼群刀也是形容 就是反正没管 狠磨一点柔和的特性都没有了 一点柔和的特性 转斗 像一个斗子一样的转斗 鱼群一人 我们讲 东磨也是与转斗吧 实际上这个东磨 那就是说 力量狠磨 狠磨是本来就是 胆 锁有力 那么这个胆又锁有力 特别有力的 不是一般的有力 这个安刀门我们讲 它就是按 就是那个悬磨 悬到哪几点 是不是啊 可以这样理解吧 那么这个短动门 就是那个动门 到哪几点 特别特别硬了 还有弹石磨 像石头一样的 坚弹和弹的石头一样 那个脑磨 层磁大悬长 悬到了 这个脑到了极点 这几种磨都是没有一点柔和的特性 实际上 临床上 要不要这样的 当然如果说要很精练了 要认证出考察 适应这样的考察 甚至要这样的描续 我们实际上临床上 现在恐怕都没有这样的描续了 这个门 是一个短动门 是一个安刀门 是一个弹石门 我们知道古人讲的这几个磨 是这个意思 就很恩很恩 来理解它 无神的磨 第二个是无神磨 我们讲神 磨神 没有神气 是讲的 柔和有力 有力 那么这种无神的磨 重点是什么东西呢 瘸着磨 麻瘸着吃东西 肯定是三五不条 止而复着 余缺作诗 但实际上就是一种 截磨吧 是不是 截磨的一种表现 无露磨 就是像露水一样的 半石一挪 当然也有露得快的了 露得一大扇动啊 什么东西 那里面也露很多 你实际上那个半年很久才挪一点 我们讲六十次以下就为磁磨 如果每分钟不到三指 不到三指 四十次以下那就约省吧 南京里面讲二指叫做省 实际上就是跳得很慢很慢 一分钟只有二三十次了 省磨就是无露磨 实际上就是省磨 解磨磨 明明马马 这都是情用 明明马马 也是没有持续 没有规律 特别的规律不行了 麻仇 跳得特别的快 特别的快 难 奇俗到了极点了 可能就是像我们现在说的防战啊 一分钟啊 可能就显得一两百次 跳得很快 甚至守不出来了 你跳了一百多次 已经就数得很难守了 一百五六十次啊 你真的跳起来 一分钟跳一百五六十次啊 所以麻仇是跳得特别的快 这四种磨都属于无神 就是持续发生了 特别明显的改变 无根的磨 无根的磨 虎虎 虎虎磨 像那个开水 要开了的时候 那个泡泡从下面 一泡冲上来 一个泡泡散掉了 一个泡泡散掉了 散而无根磨 实际上就是散磨的进一步发展 散磨的表现 鱼墙磨 磨在皮肤头顶尾要 鱼墙鱼水 头这么挑一下 这到底什么鱼墙 这个磨泡怎么体现出来 鱼墙磨 这是一种磨泡 还有虾油磨 虾子在水里面潜伏着不动 通常它有油两下 油两下以后它又不动了 十二腰出来 这样的都是讲 没有根 没有根 一二三十五六七八九十 这十种磨总的来说 就是无微无神无根 或者是狠恩 或者是没有持续 根本上一点正常的持续都没有 或者根本上就没有 根基 这样的表现 实际上我们临床上 这些磨都是相当于我们所讲的二十八磨里面的某种磨的严重程度发展 你像那种虎虎磨磨应该说就是那种散磨的表现吧 是不是啊 确凿磨应该就是结呆愁磨的那种典型的表现吧 结呆愁磨的那种表现吧 无龙磨就是审磨吧 这些都是脑磨啊 什么悬磨啊 隔磨啊等等的发展 我们要求学生 恐怕你知道什么叫做 正常磨又叫做败磨 绝磨 死磨 这些名字 所以说你能够知不知道这种磨是什么问题 说明磨不无微无奇 无神无根 还有一个 你能够守得出这四个门的名字出来吧 你可妈 现在我们要学生来描述 什么叫做虎虎 什么叫做虾油 什么叫做瘸着 他指什么问题 反正是无微无提 无神无根 不好的现象 知道这十个名字 我看就不错 能够守得出十个名字呢 那就不错啊 只有这十个名字 到底怎么样那个 以后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练就 好 第五个 正福人门和小儿门 正福人门 福人门一个是正月经 正月经的门 月经的门 主要是正常的呼吁 健康的呼吁 没月经要来的时候 一般来说 没应该现在滑一点 没滑一点 是吧 才能够月经 金月经要僵直啊 没应该现在滑一点 嗯 嗯 那么如果是 月经来的时候 兼有一些 并里门相 月经来的时候 兼有并里门相 那就根据这种 并里门相 可以来考察他 可能有什么问题 你比如说 这个呼吁来月经的时候 门不显得悬滑 那可能是谈 旋没可以 滑没都可以去谈吧 可能是谈走包工 如果没不来月经的时候 没舌 或者无泥 那说明这个呼吁啊 可能起血不走 是不是 所以根据这些情况来辨别啊 主要是 你看 虚细而舌 那可能是背经啊 等等情况 这个正月经呢 就是根据月经应当来 他应当见什么 没有想滑一点 如果现在出现了 其他的兵里门相 根据这个兵里门相 考虑他是不是有什么可能 如果这个病人呼吁 月经来 勤钱来了 没有滑锁 那可能这个人 这个病人 我就可能知道 他是一个 食人 血人 有些忘形 月经应该来 还没有来 推迟的 没有 没有 尘 尺 无理 或者说 没有尘 井 那可能是寒啊 气血虚啊 根据这个井 和无理等等来辨别它 这个月经可能是什么问题 导致地出现了病变 这就是整月经 整人什么 到底怎么样整 最主要一个是 有生有病而无邪魔 什么意思呢 这怀孕了以后啊 呼吁很多的人啊 都感到一个是不能吃东西啊 吃东西就呕啊 是吧 要吃宣的啊 一身没有劲啊 头晕啊等等 这好像有病了 呼吁怀孕以后啊 好像有病了 但是磨破上看起来蛮好啊 无邪魔 正常呼吁应该说 磨应该像滑一点 它起码不会什么很虚啊 什么弦啊 紧啊 蛇啊 那些无邪魔 这是一个 我们诊断它是不是 这呼吁 这有的那个 语同志在 诶你到底是 说坏毛毛的 不是坏毛毛 现在很简单啊 做点小编 做个失恋就出来了 古人没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是不是坏毛毛呢 一生我生背经啊 还是坏毛毛呢 那如果说是背经的话 他就应该有邪魔 没紧啊 没谁啊 没玄啊等等 那么现在他无邪魔 月经又没来了 还有点病的秒线 不想吃饭 呕头什么的头晕 到底是什么问题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身有病而无邪魔 应当是先滑魔 应当先滑魔 这个滑在哪个地方滑 有些不同的解释 比如说首文平恩七强论讲 夫人手勺音没动 身者恩子也 手勺音没动 明显 是指的哪地方啊 是指的神门这个地方 手勺音没动 是指的神门 神门我们讲 偏准化的整三部 就有这个秤口 活骨 或神门 神门是讲的 磁动的这个地方 平常可能跳动不明显 如果这个时候 没有跳动的明显的时候 可能是 恩子也 为什么 手勺音神经 和手勺音心经 是相通的 都是属于勺音没 那么这个时候 可能认为是恩子的表现 还有音波扬别 为之有之 这些说话 一般来说 两磁门 旺 赤门 正常人 不旺 不虚 神虚的时候 磁门 常常见 虚弱一点 力量弱一点 这种情况不少见 两磁门 磁门 磁门 是神虚的一个表现 这种情况不少见 现在磁门 反而旺一点 那可能是一种怀孕的表现 怀孕的表现 手勺音没动 可能是怀孕的表现 磁门 旺一点 可能是怀孕的表现 这是 古人 运门 有这么一些说法 有这些说法 实际上我们现在 应该也考察门 也可以不完全 从门下来考察 是吧 应该看看那些门是对的 但是你要不要说 哎呀我一摸你的门 你手勺音门动肾了 快忙忙了 不要这样接着说 最好还是做一个 其他的检查 但是我们要考察一下 是可以的 车男语 我觉得这个 把握性不大 把握性不大 还有个临产的时候 呼吁要怀孕 要临产了 要生毛毛了 生毛毛的时候 子宫主义瘦瘦 这个时候啊 这个这个 技术的关系啊 可能没有会显得糊糊一点 滑锁 甚至见颈 颈是冲击有力嘛 是不是啊 死很旺 这是可能的 可能的啊 那么也也这个情况下 也就我们也要不要像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 那那个区上面写的 呃 这个曹医生呢 是个滥讲啊 不行啊 我们讲这个门怎么去那个呢 要不要生毛毛了 你不能说我一摸门啊 你这个没有 哈可能还要一个礼拜 五天 也不要这样 你看他 现在很简单嘛 你看他有没有公寿啊 这些情况去检查一下 痘子 痘子痛啊 是不是一阵子里痛啊 这个腹壁上 子宫肌肉是不是 比较紧张啊 这个应该是可以 那个的 结果没想 但是古人比较特殊一点 有个什么叫做离经膜 离经膜 就是指的 中指的指节 本节 有几种说法 啊 中指 这是肯定的 两边 中指的两边 出现了磨泊跳动 这个磨泊跳动 有的是说 本节就是高 靠这个掌的这个第一节 中节 顶节 第三节 没动明显 到底是哪一节 那可能就跟指小指纹一样哦 是不是 嗯 在空气命啊 他这个是三节 是不是越到前面越明显的时候 就是快临产的表现了 这个反正就是中 呼吁生毛嘛的时候呢 这个这个中指啊 离经膜 出现离经膜 这个是有年就啊 我们 我们游兆林院长 他做说师论文 就是做这个 离经膜 在哪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两边 中指的两边 中指的两边啊 有的说是在这一节 有的说是在这一节 有的在这一节 在这两边 到底哪一节 我们也做过这个试炼啊 就是有不同的描续 如果这个地方 膜动得很明显 那就叫做离经膜 就说明快要生小孩了 快要生小孩了 这个是古代序上就有的啊 古代序上就有这个题 第二个方面是整小儿的门 小儿的门 一个是要了解 小孩子因为整 没有他小 部位这个地方很折 放三个指头放不下去 那整小儿的门怎么整呢 一往往是 鱼子按三观 我上讲 须上描续是拇指 用这个拇指一个指头 按照小儿的成观词 三个部位上 这样的描续 也有的这样的描 就是说一个拇指 这样的往前 往两边滚动 这个拇指啊 往两边滚动 按这个磨坡的地方 按成观词 我那是平常是 喜欢用一个十指头 这样的 搭着这个小儿 这个地方 这样的 反正是一个指头来体会 小儿的磨坡 不强细分那么成观词 一三个指头放不下去 就能放下一个指头 这个意思 那么一个再就要了解小儿的 心脏跳得快一些 了解她的心脏的尺寿 心脏尺寿 还有一个呢就是小儿的磨坡 不止细分那么多 只分她的浮尘尺寿 有力无力 就只分那几个肛门 浮尘尺寿 虚实 当然还有也可以编一下大小了 是不是 只分她的浮尘尺寿 虚实大小 就是尺寿 就是未词行词 他偏于哪一方面 偏于哪一方面 偏于哪一方面 谁就区别她的寒热虚实啊 表里啊 区分这个内容就行了 不强省二十八磨 这个小孩子是不是悬啊 这个小孩子里面是不是紧啊 是不是谁啊 不那么仔细分这问题 只分浮尘尺寿 虚实大小 这是整小儿磨的时候啊 注意这几个就行了 特殊一点的 可能小儿有先滑磨 先鱼磨 先有结代磨 这是可能的 那先前性的小孩子的心脏病啊 或者是像现在 我们现在讲的那个什么 急性的心肌炎啊 这种病毒性的心肌炎啊 他可能就陷得到 结代除磨这种情况 可能 一般之婚 胡诚实说 有力无力 大小 国别的见到了这种磨香的时候 可以考虑它是什么问题 小儿的磨就是分这么一些问题 啊 磨香 我们整个磨香啊 就讲的差不多 现在呼吸一下 实际上呼吸一下 磨疹的灵状 运用和意义 磨疹的灵状意义 要看到磨疹 确实它是有意义的 有意义 主要要出于这样几个问题 斗移磨 斗移磨 斗移磨就是表现了单独的不同 就是病中出现某种特殊的磨相 斗嘛 斗移磨 特殊的磨相 则在张锦悦的锦悦传虚里面呢 专门强调斗移磨 和内经里面强调这问题 锦悦传虚磨神章里面 斗之为一 讲成磨磨 有些特殊 单独 有部位之斗 有脏气之斗 有磨体之斗 部位上显得不同 或者歧视的脏气有不同 或者是磨的形态改变上 有特殊的改变 部位之一 就是我们讲的 心肝神回疲命 某一个磨 某一个部位的磨 特殊的不一样 这个特殊不一样 主要是反映什么 大小有尼无尼的问题 浮沉大小有尼无尼 特别是有尼无尼 这个问题上 哪一个地方出现了不同 你要提示 可能是哪一个脏气体病变 比如说磁磨 明显的两个磁磨弱 你要考虑是不是有肾虚 明显的左官磨特别悬 肾虚弱 是不是有肝虚 肝虚竭的表现 是不是 右官磨特别弱 是不是脾气虚弱 这就是 部位之一 左手心肝神 右手回疲命 哪一个部位上出现了特别的不同 第二个脏气之一 就是见到了某一个脏气常见到的磨像 我们讲个回磨一般它的现什么磨 回磨虎 神磨 沉 皮磨缓 肝磨玄 心磨 劫呆愁 肯定是心的问题 是不是 或者还有个红磨 勾磨 第二个主讲是心的磨 就是从这几个方面 如果说这个磨反 持反代反 这是哪一个脏气的问题呢 你考虑得 是不是皮的问题 磨不像虎 那是不是表真呢 因为回嘴表 是不是 回嘴表 就这个意思 这是脏气之一 第三个 磨体之一 现在磨体上 特别的 细耻无力 甚至有一点不韵 你知道 细舌无力 于青刀挂咒 那可能是舌磨 华说华 媒体非常的充实圆化 那是华磨等等 这个磨啊 一磨上去 一按 哎呦 你这磨管怎么这么硬呢 没悬呢 是不是 磨体之一 是讲这个 根据他的这种磨相 来判断他什么病情 这就是张景月讲 都一磨 我们要注意这是一个问题 净磨的过程里面 注意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 磨 别磨举病 不可拘离 什么意思呢 他确实是能够 根据磨相 考虑的疾病 不能说净磨没有意义 但是也不能够拘离 不能够紧紧凭磨 要还有什么问题呢 有真假离失 真假离失 这个磨相的时候 磨相反映出来 或者病情是相移植的 有的时候 反映出来 或病情不相移植 就出现真假离失 第三个 磨症 寻离 与虫舌 到底是哪一个症 古代是应的这个症 张景月是应的这个 炎字胖 强细的这个炎字 作为一个症字 这个症 由于这个症字 是演化来的 后来才出现这个病字旁的症 到底是指的哪一个 我觉得主要是指的折一个 特别是没症重塞 如果说你把这个 把边症都写掉了 那肯定不行吧 我们就是边症认字 如果用这个理解来说 折一个症 折腎 折腎的 折腾和症状表现 可能有的是 提示 相移植 有的不相移植 相应或不相应 相应的 那就是症 折腾是折腫 现在病人是无寒声 头痛 声痛 是相应的吧 这是虚的 如果是病人在大师学面色苍白 而磨不细 弱或者是抠 这也是磨正应该是相应的吧 它还是相应的 如果说大师学面色苍白 磨不黄黄在华索有离 那就不对了吧 那就是离了 磨正寻离是指这个意思 寻就是薄病实证应该是胡红华索之类的 久病虚病应该是尘息虚若微 这才是比较相应的 如果相反的 心病就尘息微弱无离 那当然不对了 长期生病了 病的生很久 还磨很滑 说有离 那当然说明邪气很严重 这是这样的离 或者是相反 磨症从磨症 那应该说磨和症不相应的时候 我到底根据哪一个作为根据 磨表现为是一个实症 折症 症状表现为一个虚症 寒症 像这样的情况下 我到底是按照 根据磨还是根据症呢 重磨有的时候需要重磨 为什么有时候要重磨呢 因为磨已经出现了变化 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 比如说他有七肢血液了 有痰瘾类型 痰氏类型 磨膜上显得滑 但是病人没有什么 哎呀我闷啊 重啊 这个疲端想睡觉啊 没有这个疲虚失困的表现 那我们也要从 就是磨膜有改变 症状还没有明显的改变时候 那我们从磨 这个 这个缓热 一个滑烧的病人 感到心里缓 不一定是滑烧啊 自己觉得滑热 缓热 但是磨膜上的磨膜很虚弱 那你知道这个热 肯定不是一个食热症 是一个虚火症 虚热症 豆子脏 如果磨上出这个磨膜 磨 虚弱 久病 豆子脏 磨膜弱 那我说这个豆子脏 不一定是里面有食血 可能是脾气 亏虚 云化无力 这就所以 从这些来说 是不是把那个正船不舍掉了 也不是完全舍掉了 因为这个地方主要是编虚实啊 不是舍掉了 严格说不是舍了磨 问题是这个地方到底是虚还是实呢 他跟着这个磨膜来 他提示的表现就完 不完 他又会是 扶杖他只讲斗子杖 没有讲他 杖的能不能够消减 能不能够喜安还是居安 没有讲这个问题 他本身就没有讲到是虚还是实 我现在跟着他的磨膜上主力 所以他受于虚大 就这样的来区分 有的时候要重症 磨膜没有反应病情的本质 或者他反应本质不于这个症状反应的好 特别我们说也不完全是一个舍 不是舍了 你比如说有病而无邪眉 刚才讲有病而无邪眉是什么 怀孕了 那病情好像那么多那个的话 那么说无邪眉 你这个滑眉是假象也不是假象 所以我讲不是舍 是居于从政来进行编证 胸乎不索而磨膜大 磨膜显得大 没有讲他有力无力 只讲他胸乎索而 应该是死而正 不应该跟着他的磨膜大 又是什么问题 这样主打很多例子了 特别是 洋气灰虚的人应该嫌什么 没有 应该是先 持无力的磨吧 这才是和他对应的吧 寒应该是先持 热应该先缩 阳气窥虚 虚寒的病人应该是先磨持无力 但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很多阳气窥虚 特别是心会阳气窥虚的人 磨往往是缩无力 缩无力 那么你这个你到底是跟着磨还是跟着正呢 哎呀现在你磨瞧得快呀 一定是热症 那这个不是这种热症 不是热症 而这种阳气浮动的表现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说 缩磨是见热症 磁磨是见寒症 你现在磨就是热症 这就是实际上它不是水调 这是根据症状 它是一个阳气窥虚 不管是根据哪一种情况都应当 综合编别 综合编别 这是整磨的这个意义 主要要跟着磨的有力无力来编虚实 一般以内部的病变 以有力无力来编虚实 磨症的意义 一般意义了 通过磨症 我们可以 辨别病畏病编的部位 表症理症 心的病 脾的病 神虚等等 可以辨别病症 可以辨别病症的性质 寒若虚实 此所有离无离 便性质 可以分辨邪症的性衰 生病以后 磨症 磨症 锦磨 说明 寒邪圣 真气旺 像滑磨 说明 虽然有痰识 十极 痰隐 他的奇学 一定是旺盛的 如果是有痰隐 识邪 有这些问题 磨无离 磨舌 那说明是 真气不重 所以可以反映邪症的性衰 第四个 推测病症的静退 病症的静退 由疏磨 变成疾磨 变成虎虎磨 无根的磨 那当然是不好 由虎磨变成了虎磨 虎磨 变成虎磨 由虎磨变成了细锁 细耳无离 那也是属于 表热症 变成虎磨 就变成虎磨 就变成虎磨 变成虎磨 变成了阴虎火旺症 说明病情的静退 发展 甚至可以辨别此生 这就是整磨的问题 我们全部内容讲完了 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一个一个 不单独呼吸了 不呼吸这个问题了 接着讲安整 安整到了整法里面的最后一章了 就六章了 把磨疹和舌疹 单独拿出来 万文文切 把磨疹和舌疹拿出来 所以就有六章 什么叫做安整 使医生用手去 筹磨 癌 口 四个字 筹磨 癌 口 这四个字 去了解病人的体表 肢体的冷热 韵操 里面有没有肿怀 软润 是痛还是不痛 等等 这些情况 通过了解这些信息来判断 病情的方法 学上有的这些整法 定义 那么安整是怎么按 首先要讲一下方法 讲一下方法的问题 安整的体位 这个我们都知道了 学生还是不一定知道的 学生要根据病情的需要 你检查哪一个部位 怎么样既有利于检查 又有利于病人的虚实 当然不是完全虚实 就算他不感到很痛苦 但是你又能够把病情能够检查出来 而选择恰当的部位 选择这个部位以后 要让他这个部位能够暴露 长硬的方法 有什么方法 座位 这是最常见的 坐在那里 现在门子多半都是座位 你看这就是个整虚拟的时候 采取的座位的方法 常规的方法 这是一个座位 那个是两额位 病人 两额座 两额的时候 一般来说下肢应该要弯去 下肢应该弯去一点 特别是整腹部的时候 一般要把下肢要把洗眼离起来 这可能就没有 一称直了以后 这个腹部它有点这个绷着的 这个紧张度要高一些 所以两额位 第三个是扯卧位 扯在一边 扯在一边躺着的时候 哎呀这个头搞错了 应该是下面的腿是弯着的 应该倒过来 这个头应该倒过来 下面的腿是弯出的 还有一个走膝位 走膝位 走膝位就是把走和膝盖放在床上 把臀部抬高 这个一个是整腹部啊 里面托一托 里面有没有什么 种的东西在里面 整肝门这个地方啊 外阴的地方也有 用走膝位的啊 用走膝位 其他还有啊 车湿位啊 什么其他的位啊 用的少一点 手滑 这是重点 手滑有这样几种 分为一个是稠滑 结稠 用手结出到病人的皮肤上 刚结出的 这就是稠 轻轻的 稠滑 稠滑 就是轻轻的结稠 是整皮肤 整皮肤 整皮肤是什么 看它的冷啊 热啊 云啊 操 这也是稠滑 第二个方法 叫做摸滑 那摸一摸了 在皮肤上摸一摸的 手是刚结出 摸 那就是有点滚动啊 在手啊 在这个地方摸滑 是稍微用了一点力 已经体会到了肌肉 这些地方的那个了 主要按虚鞋啊 什么这些地方 都是用这种方法 癌法 癌法 力量用的比较大了 用的力量比较大 这就是癌 癌进去 丑 摸 癌 主要是从部位上来区别的 从部位上 丑是刚结出皮肤 摸死到了基层 就是说比较 用了一点力量 癌 用的力量比较大了 用的力量比较大 到那肌肉的下面 骨头上面 胡腔里面 这些 整这些地方 这就是癌法 用手划 重手癌 或者推寻整筋骨 或者是胡腔的身部 看看里面有没有牛子 里面有没有肿垮啊 是不是有 里面癌重的 有疼痛啊 这些感觉 那么 稠摸癌 它的方法 一般是 先稠摸 后癌 先 轻轻摸 愁 然后用中等痘 然后用重力 你不要一下子 首先就用很大的劲 按下去 由轻而重 由浅余深 从正常的部位开始 我这个地方啊 南尾啊 这个右下腹啊 这个地方通得很厉害 你不要首先一下去 按到南尾这个地方 哎呀我这个这个这个 右边这个地方啊 通得很厉害 胆囊啊或者肝脏什么的 一下你就按到这个地方去 要从这个健康的部位 没有通的部位开始 轴间的 向这个病的周围 出按 我这个地方是哪个疼 我这个地方骨头叠蛋了 哪地方通啊 我这个地方通 你一下就按到这个地方了 你要从这里通不通啊 这里没有啊 这些地方摸上去 没什么感觉啊 好像慢慢慢慢 向这个病的地方靠近 先远后近 先上后下 先上后下的 这个一般是讲 服务啊 按胸啊 按这个肝脾的时候 是先上后下 其他的不一定啊 那不一定是先上后下 这是那种的循序 一般是这个循序啊 第四个方法 口滑 用手指头 口 口 这是一种口滑 啊 用口 这是一种 口滑 口滑里面 有分为 几种 什么是口呢 就是口滑某个部位 让它产生 口滑的声音 或者波动感 或者震动感 或者病人自己有什么感觉 你这一捶一下 哎呦好痛 捶不得捶不得 不能捶 不能扣 啊 这就是通过 这就叫做口滑 口滑 口滑分为 直接口气滑 直接的扣 哎 你看 这一个 这一个口滑 什么意思啊 实际上 这个豆子上面 实际上这是扑 不叫做扑 这是扑 就是 用手啊 轻轻的在这个地方扑 扑这个豆子上 是不是有什么声音 在一扑 我们扑鼓样的 打鼓样的 说一个是气啊 是水啊 就可以听得到的 这就是 直接口气的一种方法 用指尖 或者手指的指掌 轻轻的扣打 要扣这个 腹部 啊 胸部 嗯 有时候脑袋上 也扣一扣的 什么疼不疼啊 什么有什么感觉啊 也有的 这就是这叫做扣 直接的扣 用指尖 或者是指掌 这样的扣 这是一种直接扣计划 第二种是间接扣计划 简接的 中间隔哪一个 不是直接打在病人上面 隔哪个什么东西呢 一个是隔哪一个掌 隔哪掌 这叫做团掌抠计划 团掌抠计划 你看 用一个掌贴在病人的 患病部位 然后医生的船 打在医生自己的手背上 这是船长扣计划 用这个团打在医生自己的手背上 这这种方法 多半用于腹部啊 腰部啊 这些部位的整划 第二个整划是指指扣计划 用指头靠在 不是靠在 直接靠在病人身体上 而是靠在医生的手指上 这就叫做指指扣计划 你看 医生的手指上 医生的手指上 这个医生的这只手啊 右手靠在 左手的这个中指上面 中指上面 经过了这个看他有什么感觉啊 指指扣计划 主要是用于 胸背部和肋肩 我看这个心脏是不是大呀 回地轻阴和左阴呢 回地下盖呀 怎么区别到哪个地方 肝脏大不大呀 你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 操作的时候要注意 要注意什么东西呢 正确的知识和错误的知识 你的正确知识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指头 我不是刚才两个指头吧 指头靠在指头上 医生的这个指头 你要紧贴在病人的这个皮肤上 你不要这样空着 你这样的空着靠 那就不是靠在那个的 要紧贴在皮肤上 你看这个地方他就空起来了 这当然是错误的方法了 他的知识 他的知识是哪个地方用离啊 我们用离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靠 是往关键这样的打的 不是手 不是走关键这样的抬起来 你看他是用的往关键 还有一个 这个指 敲的这个指头是哪地方啊 是这个指头的肩部 这个地方就敲 不是这样的打 不是这样的打的 是这样的敲的 你看 要正对着下来 正对着下来 你不能协作 这样的不对 是不是啊 这样的更不对 这是正确的抠整机 直指抠整的方法 抠整机的时候 要注意几个事情 注意事项 一个体位 手法 选择应当主要有针对性 到底用哪一种体位 用哪一个手法 要根据病情的需要 主要有针对性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举止 应该要稳重大方 手要轻巧温柔 所以这个医生的手啊 你就不能够 一垂打下去 这个医垂打下去 病人都受不了 不行了 是吧 你这个手冰冷的到冬天 哎呀你这医生上 哎呦病人都要 要命人都很害怕是吧 要悲免暴力和冷手 这很简单 虽然很简单 但是我们有时候不注意啊 那冬天冷天的时候 你自己要把手啊 搓热一下以后 再给病人去抽啊 是不是 要注意这些方法 第三个 要争取病人的培活 要看看病人有什么表现 他自己感觉有什么痛苦 是不是 注意观察病人的表情 你这个呢 他在这个地方 没有感觉 哎呦有点痛了 他自己有点表现 抽眉头了 哎呦叫起来了 观察病人的表现 正常部位和病边部位的对比 要边问边进行检查 减轻病人的紧张痘 你一边问的时候 哎呀怎么样 痛不痛啊 有什么感觉啊 这个地方按上去的时候 哎呀这地方痛不痛啊 脏不脏啊 要一边问 这样呢 这都是一些一般的方法 一般的方法 注意这样一些问题 休息 我说呢 不过来 那些人都在哪里 是个人的感觉 那些人都在哪里